丁岛险估陆续都公布了第一季业绩 如果大家看他们的表现来说 走势以泰保2601最美 今天就叫做破坏了 我们会比较一下他和另外两只龙头 国寿和平保 以他的泰保作为核心谈论 比较一下大数 如果说顺利去计算 泰保是最突出的 唯独使得他有得升 增长到53% 而如果看了 我常常都要看了 就是MEV 新业务价值是怎样的 泰保因为他自己公司 没有公布 如果说看一些劝商的预测 都要跌成三成或以上 只有国寿的MEV是有得升的 如果再看首年保费收入FYP 即First Year Premium 按年计算的话 同样都是得国寿有生长 泰保代理人渠道的新保业务 都要跌成31% 如果顺利去看 泰保是最厉害的那一只 但它也是有高基数 税信解释为何 它的顺利做得特别好 就是有强劲的投资收益 以及它的佣金支出减少 大行就说有景气 你又觉得是否它叫做顺利 都是叫做你收货 的确如果你说只说 顺利表现 泰保这样拍去看 就是最好的一间 但是我们看保险股 你说正利润或顺利 这件事 就未必是一个很主打的项目 反而就说新业务价值 或者新的保费收入 首年保费收入方面 会比较重要一点 那你看回今次泰保方面 就反而在这两步 虽然MBV没有公布 但是大家都预期 起码都要跌三成多 那就是说比起另外两间 都是为之矮 代表着可能在经纪的 就是团队数目上面 有个压力 就是加不了上去 那其次就可能 去买那些项目 就不是说太受欢迎 那这个都可能会令同意方面 将它比下去 但如果你说说盈利 那它今次怎样做得比较好 其中就是投资收益 相对来说是做得比较强一点 好 但是其实都担不担心它 因为它说年矫化保费 其实都要跌得多 尤其是它的产险表现 其实就叫做可以跑赢的 好了 那么多份业务来说 如果它的新业务价值 大家常常是 省眼点放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又要跑输 没错 因为现在保险公司要不断做转型 就希望卖多一些长年期 以及以保障性质为主的保单产品 但是这一类的产品 其实竞争是相当大的 你看回泰宝 如果你说经纪团队 有个数目是增加不了上去 那这一步已经是叫做虚了给人 第二步就是如果你说 在说那些长期保单产品 亦都很受那个要 就是利率影响 如果你说本身的利率 现在都保持着比较低迷 其实这类产品 同样地的吸引力 都不是太大 当然你说第一季做得弱的原因 就是本身有疫情影响 很多这些单 你要一些经纪去推行的 但当那些经纪连街都出不了 见不到客人 自然而言就说 全项来说都会做得比较差一点 但是那些大行为何分析 说它比较弱一些 就是说它新业务方面是弱 说它那个税信就说 它第一季的泰宝代理agent 那个扩张 因为停滞不前 亦都是正正反映它 为何它那个佣金开支 会减得多过其他人 你觉得这个情况 或者这个数据 其实对接下来的业绩有多大影响 你说纯粹减个佣金开支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利好因素 始终佣金少 代表你接的生意都是少了 或者保单 sales方面都是弱了 但是我觉得 你说要扩张经纪团队 也未必说是那么难 特别当现在内地经济差 可能很多行业都是裁员 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那会不会变相令到这些保险公司 在请这些销售人员 或者请这些保险代理方面 会比较容易了 或者更加多人愿意入行 这方面我反而觉得 就不需要太担心 好 但是随随便乐观 他认为4月份开始 他的新补业务可以恢复增长 是看得好的 你又觉得是否疫情之后 其实他这一项数 是可以有望是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这个就很正常的 因为我刚刚提过 你很多保单 如果你连客都见不到 你跟不到谈论的话 那根本就不可能签得到 但如果你说 当现在4月份 内地很多城市都解封 大家都恢复正常生活 那照计对于这些叫新补丹的销售 是会有提振的 但是如果你说 因为新补业务价值方面 这个数据通常都是国寿跑出的 因为他可能提前布局 今年开门红 亦都是看他的代理数据 也有扩张的 如果看未来 因为内地都会继续恢复他的经济活动 那国寿是否会最受惠那只 即是线下销售 看数据是pick up得最劲的那只 国寿最好 就是因为去年 他请多了很多这些保险经纪 所以就变上他有人多优势底下 就会比较可能受惠到 所以第一季他的NBV都做得比较好一些 但是也都要留意 因为本身国寿现在都比较将销售的目标 就由刚刚提过一些长年期的保单 就反而是反过去反期到以后 就sell一些比较短期的保单 希望cap一个短期利润 但是短期保单有个不好处 就是说那个margin相对来说 是会比较低一点 如果你说未来都继续保单 以这种保单为主的话 可能未来的盈利增长上 未必是很强 还有另外三个 今个星期都会出业职的内险来说 看不看整个行业的前景 或者看你怎样选择内险股呢 反而我觉得整个行业来说 NBV就应该未必说太坏 或者会有个复苏概念 但是投资收益上面要值得关注 这次你说泰保做得好 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会计准则上面 和平保都有分别 平保就说基本上 将那些股权类型的资产 全部要用一个公运价值来入仗 即是第一季跌的话 基本上股票价格跌 对盈利会有压力 但是泰保和国寿 相对用的准则都是旧式的准则 即是有很多这些股权的资产 未需要用一个fair value来入仗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 其次就是收益率 如果你说现在国内方面 长期保险债息率都是比较低 对于他们的投资收益来说 都是会有压力 所以整体来说 我对于这个板块就是看法忠诚 你整个市场要升 你即是炒复苏的 他们不会说太差 但他们有没有条件 是完全可以跑得赢整个市场 我相信机会都难一点 真的要选择?选择哪一种? 真的要选择我会选择平安 因为平安本身有一些 叫做多元化业务 还有电子销售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一点 不愿意 不愿意